好 大家好 下面呢 我来看一下 关于营销控制里边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就是关于战略控制以及市场营销的审计 那么什么是战略控制呢 看到战略两个字 大家可能会想起我们前面讲过的战略了 什么是战略了 战略战术的区别了 那么战略控制呢 主要它是从宏观的角度 去对市场营销啊 一个过程的控制 比如说我可以从营销的效益考核 我就看你市场营销部门每年到底给我产多少效益 对吧 好 那么以及还有道德与社会责任的考核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前上讲给大家提到过 我说 我们企业市场营销部门啊 虽然是我们企业一个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利润来源 因为他们跟客户接触呀 他们卖产品啊 他们有回收企业的资金啊 但是我说过了 在你卖 卖产品或者卖服务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什么 除了遵纪说法以外 还要更多的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么也说有一个营销责任的问题啊 以及营销交易过程中各当事人的权利和责任也要非常的明确 以及营销组合和营销店员方面的责任啊 以及最后组织关系方面的责任啊 这些都是需要企业在做市场营销时呢 需要考虑的 好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营销的一个审计 什么是市场营销的审计呢 它是对一个企业啊 或者说一个企业的业务单元的营销环境 目标 战略 活动 所做的全面系统独立的和定期的检查 其目的在于决定问题的范围和机会 提出行动计划以提高公司的营销业绩 其实营销审计啊 说白了 即使聘请 比如说聘请第三方专门的审计公司 来看一下你的市场营销部门运转的是否正常 是否有效率啊 或者说哪个环节是否出现问题了 这么多环节 对吧 是否出现问题了 我们称之为市场营销的审计 那么审计有什么特性呢 比如说第一 全面性 什么叫全面性啊 也就是说 必须要考察或者审计 你市场营销涉意到的所有的活动 第二 系统性 也就是说不能仅看你的特别好的地方 或者特别不好的地方 你要从系统角度去梳理 整个市场营销活动 第三啊 独立性 营销审计必须是独立的 你不也不能说你从营销部门里边 随便找个人 找个高管出来 你审计一下 那肯定不行 必须要独立的 第四 定期性 人家说我适应一定的时期 你比如说我定两个月审计一下 或者半年审计一次啊 都可以 这是营销审计的四个特性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 营销审计的一个内容 内容呢 我们说一般包含着 六个方面 第一个 关于市场营销环境的审计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是帮助企业啊 更好的认清当前的形势 你比如说你看一下啊 现在企业的市场营销 宏观环境中发生什么变化了呀 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房地产企业 对吧 那么最近国家出的各种政策 什么降低二套房的首付了 什么可以用供应金贷款了 等等的 那我发现 你这个做房地产企业的宏观环境中的 政策环境发生一些什么 利好性的变化 你必须要及时的给企业提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部分要审计的内容是 市场营销的系统 也就是整个你现在市场营销一个系统 是什么样子 运转是不正常呀 有没有脱节呀 等等 第三个审计的是市场营销的盈利 有时候看你营销部分的盈利 我不能 我刚才说 以前说过啊 你看市场营销的盈利 不能简单的看什么 它的销售额 你要看它的什么 利润 其实追求利润的啊 并不是追求销售额的 大家要记住 看一下市场营销盈利情况如何 第四个内容要审计 市场营销的职能 看市场营销这个职能如何 国家做的啊 是不是旅行到了啊 这个这么多的职能是吧 从售钱到售中到售后 是不是做消费者都满意啊 第五个神经的内容 市场营销组织本身 这个价格问题啊 你设计是不是合理 你设置的是什么样的类型啊 你是职能型的 还是产品型的 还是地理型的啊 是否给你现有的企业的产品 或者市场 或者消费者相匹配啊 等等 那最后一部分 就是关于市场营销的战略 那么关于市场营销的战略呢 很多了 我给大家讲过了啊 很多 就看一下 根据你 外部营销环境的一个审计 以及内部企业的一些资源了 能力了 组织架构的一个审计 来综合评判 你现在采取的这个市场营销战略啊 到底合不合适呀 或者说中间会不会出问题啊 或者说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 该怎么办呀 那么大家看啊 这六个方面 审计内容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环环相扣的 如果说企业找第三方形审计的时候呢 每个方面都不能落下 好 那么关于战略控制和市场营销的审计呢 就给大家说这些 谢谢大家